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第一 脑海里面去想象一下大里拉和参孙的面部表情会是怎样的呢? 第二 你尝试想一些字词来描述这两个人 相信你已经再看经文一次了 而且都想象过他们的表情 也都想过用什么形容词来形容他们 当我尝试去想象大里拉的表情 马上浮现在我脑海里是她的双眼 可能面对参孙的时候她的眼神有时候会是含情默默 有时候会是具挑逗性的 但当她背着参孙的时候 我估她的眼神是奸诈和狠毒的 我会怎样形容大里拉呢? 她看来善于操纵男人和偎装 肌心很重 心狠手辣 会为金钱出卖伴侣 另外她应该是比较有影响力和有背景的女人 在第十四章我们看到 菲利士人找参孙的妻子来帮忙对付参孙 方法是威胁和强迫 但是找大里拉帮手的时候 菲利士的领袖就亲自来邀请她 去请她 而且还答应送给她很大量的金钱 方法是好然利有 看回参孙 我感觉她的眼神应该反映她对性有强烈的欲望 不过当她看着大里拉的时候 除了欲望应该都带着爱情 第四节说 参孙喜爱大里拉 喜爱的原文是爱上的意思 不只是喜欢 另外 我估她的面上应该经常都大有狂傲 参孙给我的感觉是目中无人 很好识 凡事都随着自己的感觉行事 但是她一定不是四肢发达 头大无脑 你看她就有本事三次作弄大里拉 你会怎样形容她和大里拉的关系呢? 我会说一个是利用一个是错爱 经文说参孙爱大里拉 但就没有说大里拉爱参孙 虽然参孙三次都很机智 没有把拿西尔人留长头发的秘密 告诉大里拉 但到最后她也是把实情告诉她 固然是因为大里拉的迷魂汤和很多的前磨 不过也很有可能是因为参孙真的爱大里拉 不想大里拉不开心 经文里面看到 当大里拉指责参孙不爱她的时候 参孙是很在乎对方的感受 她是为这件事烦得要死的 在伴侣的室上来到睡觉 其实真的是温馨的画面来的 但是呢 也都同时是参孙被出卖 被制服的场景 实在是令人心酸 又说回参孙和神的关系 他是拿西尔人 拿西尔人就是离开世俗 将自己奉献给神的人 他们不可以喝酒 不可以用剃刀剃头 他们的长头发就是离续归神 信服神的重要记号 但是在这几天的灵修 我们真的看到 参孙没有真正离续归神 他的生活其实真的是很细续的相反 他绝少绝少向神祈祷 做事是不会求问神 自己喜欢做什么就做什么 喜欢跟谁在一起就跟谁在一起 不单止目中无人 其实他都目中无神 最后他连拿西尔人 信服神的标记他都守不住 神也都离开了他 经文说他却不知道耶和华 已经离开他了 一个原本分别为圣归神 所有的拿西尔人 最后就落得神离开了自己都不知道的下场 其实真是很可悲的 弟兄姊妹 我们看回自己 一起反思一下自己的生活 形容大利拉和参孙的字眼 有没有一些可以套用在我们自己身上呢 我们会不会像大利拉一样 为自己的利益 就利用或者出卖身边的人呢 会不会充满基心 喜欢偽装和操纵别人呢 会不会像参孙那样放纵自己的欲望 会不会像参孙那样 陷入一段错爱的关系不能自拔呢 会不会像他一样目中无神 自视过高呢 又会不会和神关系疏离了都不知道呢 希望 刚才的反思 可以促使我们 采取释切的合神心意的行动 现在我们一起祈祷吧 神啊 读到参孙和大利拉的故事 我们真的会觉得难过 一个原本尼族归里的拿西尔人 最后竟然因为自己的私欲成了 你离开了他 他都不知道的人 求主 帮助我们以此为尴尬 时刻都记住 我们在信主那一刻 已经分别为圣 归你所有 归你所用 祷告奉主耶稣基督 你得圣的名字祈求 阿们